二战后 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一分为二 北方是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朝鲜 南方是美国支持的韩国 1950年6月25号 朝鲜领导人金日成 入侵韩国并占领首尔 当时叫汉成 引爆了朝鲜战争 随后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加入支持韩国 中共军队加入支持朝鲜 1953年7月27号 联合国军与朝鲜和中共签署了停战协定 战争宣告终止 该协定的主要内容有 确立一条军事分界线 双方各后退两公里 建立非军事区作为缓冲 双方部队在协定签署的12小时内 停止敌对行为 72小时内撤出非军事区 协定生效后60天内 各方将收容的战俘分批遣返 或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 该协定并非和平协定 从理论上说 朝韩没有完全解除战争状态 朝鲜曾在2009年和2013年 两次宣布不再受停战协定的约束 韩国也曾在1954年宣布 不再遵守该协定 朝韩未来能否达成和平协议 真正结束战争状态 外界持续关注 新唐记者维清一 宇威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